大家好,欢迎来到普通话版的《查考圣经》。 它是每周一次用圣经答案来回答圣经问题的播客。 我将不会在这里阐述自己的观点,而是教导圣经所说的。 本周的这一集,我们的主题是《我怎么能够相信》。 在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向我们指明,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。 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。大部分能以感觉来代替信。 如果我觉得什么是正确的,我就可以称自己有信。 问题是,感觉是在变化的,是可以被操纵的。 在真言第28章第26节说, 心中自视的便是愚昧,凭智慧行事的必被拯救。 把感觉当成信,意味着你的信仰没有建立在可以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上。 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信,以及你相信是真实的。 应该是以你的知识为根基的。 例如,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第18到20节说, 原来神的愤怒,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情不意的人身上。 就是那些行不意阻挡真理的人。 神的事情,人所能知道的, 原显明在人心里。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 自从造天地以来,神的原能和神明是明明可知的。 虽然是言不能见,但藉着所造之物,就可以晓得教能无可推诿。 从我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,我相信在这个世界后面有一个创造者。 这个世界显示了很多设计的证据。 进化论的解释,偶然的机会是没有意义的。 因为偶然不能产生设计。 因此,基于我的知识,我找到了相信神的基础。 这不是唯一的基础。 但是他解释了这样一个过程。 我可以审查圣经经文。 他在史实的精确、道德、华典、前后的一致性、见证等等方面。 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圣经所展示的是正确的,以及生命的纯景画像。 和其他的信仰相比,你将会发现他的证据是永远超过他们的。 在以赛亚第46章5到11节说, 你们将谁与我相比,与我同等,可以与我比较。 是我们相同呢? 那从南中抓金子,用天平平银子的人,故银将制造神像。 他们又匍匐,又叩拜。 他们将神像抬起,堪在肩上,安置在定处。 他就站立,不离本位。 人呼求他,他不能答应,也不能就能脱离苦难。 你们当想念这事,自己做大账户。 伯利的人,要心里想想,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。 因为我是神,并无别神。 我是神,再没有人比我的。 我从起初,指明末后的事。 从古时也明未成的事。 说,我的筹算必立定。 凡我喜悦的,我必成就。 我招指了从东方来。 招了成就,我筹算的人从东方来。 我已说出,也必成就。 我已谋定,也必做成。 当某人说他还没有信,那就意味着,他还没有花时间阅读圣经。 审查在这字里含间的证据。 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 信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。 关于救赎,圣经说,总有一天我们会依据是否相信, 并且顺服神的标准被审判。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说的。 你有没有顺从神做圣经所说的事情? 如果你做到了,为了能得到去天堂的许可,继续做下去。 如果你还没有,多多多的圣弟们非常愿意帮助你, 按照圣经所教导的那样成为基督徒。 和你一起学习圣经。 在一切变得太晚之前,是你能听到神的话语,尽也相信他,服从他。 如果你愿意我们的帮助,可以发电邮,预约一个个人学习时间。 请发email到torontoeasternchurchofchristatgmail.com 学习的时间在你方便的时候,学习的内容仅仅是圣经。 今天的播客即将结束。 查稿圣经是由多多东部基督教会主派。 该教会聚会地点在安省多多维多利亚park3601号200号单元。 我们每周在星期天聚会,上午10点开始有45分钟的圣经学习。 11点到12点15分是崇拜时间。 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还有个圣经学习。 如果你有关于圣经的问题,希望在播客中回答。 或者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评论的话,你可以发email到torontoeasternchurchofchristatgmail.com 最后如果你愿意弥补漏听的任何一期,你可以登录到www.easternchurch.org 网站。 在主页面上点击每日博客收听。 我希望我们今天一起度过的几分钟,对你扩展圣经知识是有作用的。 请下一周一加入我们主任的用意。 我们将回答关于神的话语的另外的问题。 在下一周收听之前,希望继续查听,学习神要求我们做什么。 再见,希望你今天过得好。